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曾子曰 无闻夫子之三言 为之能行也 我曾经听夫子谈到三句很宝贵的教诲 而我自己还没有能做到 为之能行 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曾子谦虚 一种是曾子念念不忘 要赶紧把它落实 所以我们很熟悉 论语当中 曾子的一段话 也是我们 立身行道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而不忠乎 每一天自己的本分 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 尽忠之手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诚信待人 凡出言 信为先 传不习乎 这个传不习乎啊 第一 夫子教给我的教诲 我有没有做到 第二 可能他们也在教学 我教学的内容 有没有尽力啊 去领会 进而把它传下去 第三 我是教学的人 我自己有没有先做 才传给学生 所以这个传不习乎啊 有几种意义啊 在其中 当然 在这里啊 曾子是反思 夫子曾经给我三句 这么好的教诲 我还没有能完全落实 所以学习的态度啊 很珍惜老师的教诲 不敢忘怀 夫子见人之一善 而望其百飞 是夫子之义事也 夫子呢 见到人家一个善行啊 肯定他这个善行 然后他以前所有的不是啊 都不放在心上 所以感觉啊 夫子啊 很容易相处 因为 处处都看人家的好啊 肯定人家的好啊 这句话也给我们反思 我们 不能倒过来变成 见人之一恶 而望其百善 几年交情啊 人家做得很多很好的 就一件做不好啊 就看他不顺眼 就不想理他了 心胸就太小了 不能容人家这过了 而且夫子这样的态度啊 会让身边的人 很受鼓舞啊 哎呀 我这么多错了 人家孔老夫子都能包容 我才这么一点点善呢 他这么肯定 这么鼓励我 我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啊 我要赶紧加油了 所以要 隐恶 扬善的 处事态度 这个我们读完了 哎呀 要效法 专记人家的善跟人家的优点 人家的恩德 人家的不是啊 绝不污染自己清净的心 第二呢 夫子见人友善 若即有之 是夫子之不争言 见到人家的德行 见到人家的善行呢 就像自己做的一样的高兴 随喜他的善 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没有丝毫的嫉妒心 都是肯定 效法 学习人家的善 道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 欲失眠 所以这里啊 是提醒我们的 人的心中啊 一定要去掉 嫉妒心 这个嫉妒心啊 是很大的烦恼 一嫉妒人啊 就在这些贤德之人身上 学不到东西了 而且嫉妒心继续发展啊 还会记贤度能 排斥对立这些贤德之人 甚至还陷害啊 这个造的罪孽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曾经讲到一段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尽贤受上赏 为团体国家推荐好的人才啊 受上天最丰厚的赏赐 就像包淑雅的后代 十几世都是明大夫 因为包淑雅兴胸宽大 不嫉妒管众之能 为国举财 所以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但避嫌蒙显入 嫉妒贤财 障碍贤财 为团体国家服务的机会 很快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我们曾经举过啊 这个李师 他是宰相啊 可是他嫉妒他的师弟 韩非子 最后没多久的岁月啊 全家都被杀入 蒙显入了 儿子跟着他一起被腰斩 所以这个嫉妒心啊 一定要去掉 障碍自己的道业啊 还会造很大的罪孽 所以第十规里面 这个道人善啊 见人善即时起啊 都是去掉我们的嫉妒心 人所能 物亲之 闻善必公亲行之 然后导之 是夫子之能老也 夫子闻到善的教诲 看到善的德行 他必定啊 这个公就是亲之 公亲行之呢 是把好的教诲啊 自己先落实 做到 体悟很深啊 然后再去教导 引导他的学生 夫子是做到再说啊 是圣人 不是学了一堆道理 自己没做 就先要求别人做 因为他自己做了 感悟的 这些宝贵经验啊 一定能成就学生 甚至于少走弯路啊 这个劳啊 能劳 为了成就 夫子的弟子啊 非常用心啊 非常用心啊 以身做责 然后自己啊 身心四足 自己好好落实 再把 这些宝贵的感悟啊 来 利益他的学生 其实我们今天在学校 都学会了 都学会了 就像我曾经在马来西亚 遇到 我们夫子的 后代 他说他没读过 弟子规 可是他第一次读啊 从头读到尾 脑海里浮现的 都是他 小时候家里里面的情景 他说他所有的 叔叔伯伯 长者 都是这样做的 笑的部分 都是这样对奶奶 对爷爷的 您说他学过没有 在表面的经典上呢 他还没有正式读过弟子规 但是从小 整个养成的 处世的心态习惯呢 都来自于潜移默化的家教啊 好 所以一个教学者啊 也要效法夫子 教会呢 都是自己啊 努力先去做到 的这份精神 所以夫子之能老也 夫子之不争也 夫子之义是也 无学夫子之三言 而未能行 真子最后总结 夫子处事当中啊 这三方面的 一种涵养行义 他自己呢 再提醒自己啊 还没做到 要赶紧效法 好 我们再看回来 管宴列传 下一段 燕子为其国宰相 出 其玉之期 从门见而 窥其夫 燕子出门了 刚好 刚好 这个玉啊 是驾车的 马夫 他帮燕子驾车 他的妻子啊 刚好从自家的门见 这个门凤啊 窥呢 是偷看 他的丈夫不知道 妻子在家里看出去了 其夫为相遇 永大概 侧四马 意气洋洋 甚至得也 他的丈夫啊 是宰相的马夫 永大概啊 因为宰相的马车啊 他有一个闪盖 周太阳的 然后马夫因为 也在车上嘛 所以也在这个 闪盖底下 拘闪盖之下 坐在宰相的车上 驾着四马 这个马车是四匹马拉的 意气洋洋啊 就是很得意的样子 甚至得也 自得益满 应该是蛮骄傲的 然后走路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般在俗的话 叫很拽 记而归 那一天回去了 回到家里 一见到他的妻子 琪琪请去 这个去就是要离开他先生 要跟他离婚 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这个妻子不简单 很有气概 离开了没饭吃怎么办 你看都不为这个想 有气概 我这一生就是要跟那个有得的人在一起 看到你这样的行为 我很难过 所以他妻子说了 夫问其故 她丈夫问他 这个故就是什么原因 其曰 贵贵 燕子 藏不满六尺 身相齐国 明显诸侯 古代 这个尺 我们一般说 男子和大丈夫很高 身高八尺 八尺 可能应该有一百八 上下吧 而那个时候的人 比我们还要高 我们现在其实是越来越矮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被很多认知误导 好像我们是这五千年来最发达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 好像那个从小读书就是 我们是最发达的 其实是最退步的 星星最退步 包含整个大环境的 这些财宝都越来越少 因为所有的环境随着什么 人心转 我们现在的稻米越来越短 以前的稻米很长 好 所以 燕子他身高不高 可是他却当到宰相 他的德行跟工业 明显的 名声显著于各国 诸侯之间 今天呢 经者窃观其出 我观察到 燕子外出的时候 坐在马车上 自念生意 他的志向 他的思想 非常深远 他太太不简单 光看到燕子的面容 就能观到 燕子内心的修为 常有以至下者 而从他的 整个举止 感觉到呢 他是非常谦虚 悲笑 都把自己摆得很低 以身份来讲 他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但是他却这么样的 牵退 牵光逼人 金子长八尺 你的身高有八尺这么高 乃为人仆玉 当燕子的车夫 仆人 专门驾车的 然子之意 自以为足 自得意满 不失上进 当个车夫 就不可一世了 所以驱礼 开篇就说 傲不可掌 智不可满 尤其男子和大丈夫 志向要高远 切事以求去也 看到你这样的态度 实在很伤心 所以我想 我还是离开 其后夫自易损 这个丈夫听了太太这一番话 很惭愧 这古人难得 连一个车夫 听到妻子 有道理的话 马上 生惭愧心 所以古代 那种人心 都受圣贤 教化 你说车夫 读过书吗 学历 可能也不算太高 但是 懂得 闻善言 要接受 福在 受见 人贵 自知 所以福跟贵 都在自己的 一念 转变当中 这个易损 就是懂得 克制自己的傲慢 易损 就是要把习气压下来 不能让他再发作 厌子怪儿问之 他一调整自己 表现出来的气质 言行不一样 这个头也没有 抬得这么高了 都比较 低着头 牵下下来 燕子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 这也代表燕子 对属下还是挺关心的 看到有变化了 了解情况 欲以时告 他的车夫 就把来龙去卖 都跟他讲了 后来 这个车夫的德行 不断增长 燕子 推荐他出来当官 出来当大夫 当然燕子 也是为国举财 内举不必亲 推荐好的人 虽然是自己身边的人 也不必闲 外举不必愁 真的这个人 很好 能为国出力 哪怕他跟我是死对头 都把他推荐出来 人要有这种涵养 好 而从这一段当中 我们感觉到 这个车夫的太太 有祝福 成德的修养 有祝福运 就是在 另一半 有不妥的时候 懂得要劝谏 这也是我们 为人夫 为人父 很重要的一个职责 本分 其实在五轮关系当中 都有劝谏的本分 清有过 见死根 朋友之间 也要善相劝 德皆见 兄弟都是这样的 不过要善巧去劝 接着 太史公约 司马迁先生 说到了 无读管事 管事就是管众 他的著作 牧名篇 牧名三高 陈马 轻重 九府 及燕子 春秋 降在其 言之也 太史公读过 管众所著的 牧名 这一篇文章 主要是如何治理人民 这个城马 是整个国家的体制 如何来建设 轻重呢 是国家的 财用 如何来规划 而这个三高跟九府 在管子一书当中 没有出现这个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管子有三百八十九篇 后来流向 把他删成八十六篇 最后是八十六篇 可能呢 这个三高跟九府 是删去的篇章 没有留在这八十六篇 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个牧名 还有呢 太史公读 燕子春秋这一书 里面呢 很详细的 记载了管众 跟燕子 他们的一些学说主张 算记得比较清楚了 详细 既见其著书 都看过 他们写的书 欲观其行事 也想观他们的 很多做出来的事迹 行出来的事迹 所以想记录这些事迹 故刺其转 把他们两位 一些 在他们 这些重要著作当中 没有提到的 这些行词 事迹呢 把它记在 这个列传里面 因为当时 当时汉朝 管子跟燕子的 这些书籍 这些学说 当时很多人都在看 所以他就不在 写史记的时候 再去论说这些部分 主要的呢 把这一些 这个义事 就是收集到的 两位 这些行词 把它记录下来 管众是所谓贤臣 然孔子小致 管众是世间 所谓的贤德 又有才干的臣子 宰相 然孔子小致 但是孔子 却觉得他气量太小 孔子在论语当中 对于管众 辅佐齐桓公 九和诸侯一框天下 抵御外族的侵略 夫子是非常肯定管众 假如没有管众 我们汉民族 可能就要遭到 非常大的劫难 所以 夫子说 可能我们那个衣服 我们看汉服 这些服装 都是这样过来 诱刃 但是其他移底 他们是开着左刃 所以没有管众 我们可能整个汉文化 就要被他们给灭掉了 所以管众的功劳很大 孔子说 无其批乏 左刃 管众的功劳 孔子很肯定 但是管众做得不好的地方 孔子还是很明白 点出来 这个也是给我们后人 警惕学习 为什么说他气量太小呢 接着 说到了 岂以为周是 周到衰为 岂不是就是因为 周到呢 周朝 比较衰为了 还宫寄贤 其还宫 有很可取的地方 想要把国家治理好 又用了他做宰相 那他就很有影响力 可以去辅佐管众 辅佐其还宫 而不免之治王 乃称霸哉 而不用王道的精神 来劝勉 来劝勉 其还宫 就是应该以王道的精神 来辅佐其还宫 而不应该是 以霸道 让他称霸 这样工业 这样工业就显得 小了 应该是王道精神 更好 所以等于是 觉得管众没有以王道 来辅佐其还宫 这样气量不够大 与月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也 这个在《孝经》里面 也有提到 顺着君王领导者 他的优点 他的好的政策 好的这种做法 应该顺着成就他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改正领导者的缺点 或者从政上的错误 匡就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 因为这个臣子 念念都是为了上位者 为了人名 这样的尽忠爱国 那上下一定能相亲 其管众之为乎 这岂不是就是 这一句话 也就是对管众 他辅佐 齐桓公这件事的一个诠释吗 但这应该也是 觉得管众没有 把这个做到彻底 江顺其美 应该以王道来辅佐 齐桓公才对 匡就其恶 也要针对齐桓公 一些不足的地方 要更尽力的来匡正 劝告 因为齐桓公后来 在管众去世之后 也是很惨 因为他一些 严重的好色 好吃 这些好玩习气 没有调服 就去用了一些 很不好的尘质 最后死去六十几天 尸从都流出来了 才被发现 好 所以孔子这个批评 还是很有洞察 管众 还是有他不足的地方 所以孔子评论的人 很公正 对的 要认同肯定 不对的 也要指出来 以为后事 来警醒 来以为借鉴 方燕子 服装公司 枯枝 这个方就是 当燕子 趴在庄公的尸体上 痛哭流涕 因为这个庄公 不能容燕子 排斥燕子 燕子没办法 只好离开 然后到海边居住 种田 不为所用 后来这个庄公 没几年 就被吹住 这个臣子 给杀了 当然这个也是 庄公自己 行为不减 最后也被人家设计 杀害了 这个 毕竟燕子 曾经服侍 庄公六年 看到庄公 死去了 他也非常悲痛 所以来调宴 庄公 哭之 然后成礼 然后去 这个痛哭 这也尽他一份 陈子的心意 毕竟 主公已经离开了 而且 古代这些贤者 虽然君王有很多 不妥之处 他们绝不放在心上 他不会埋怨 记恨自己的君王 都是想着 怎么样协助君王 那个心 不会因为君王 怎么对待他而改变 这叫义 义是不谈厉害的 没有条件的 始终如义 古人那种 在五轮当中的道义 让我们非常感佩跟动容 所以 他痛哭失声 进了这个 最后的君臣 这里 其所谓 见义不为 无勇 择也 司马迁先生觉得 燕子这一个行为 这个进他的君臣之力 就是见义勇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 庄公刚被杀的时候 这些乱臣 还抓着权力 所以燕子事实上 这个时候去 吊燕庄公 他会有 生命危险 可是 可是古人 你看 义之所 因为 再大的危险 他也 毫不畏惧 就去做了 至其 见说 谈到 燕子在 劝谏 他的君王 犯 君之言 为了 人名 他 劝他的君王 哪怕是 让君王 很没面子 很不舒服 对他 生气 他也 在所不辞 还是尽心尽力 劝 其实 犯君之言 也是要 成君之德 成就君王的德行 也是要 利益人名 这个都是以 爱心 以成就对方的心 出发 有一次 孟子 到了 齐国 那时候是 齐威王 结果 孟子 给 齐威王 提了不少 建议 提完之后 他 旁边 这些 臣子 就对 孟子 讲 孟子 你怎么 这么不尊重 我的君王 可能 批评了一些 君王犯的过失 孟子 对 齐威王 旁边这些大臣 讲 我是最尊重 你们 君王 他们看了 觉得不尊重 孟子 孟子 说到了 因为 我是希望 他成为 圣王 成为 明王 我尊重 他 希望他 有德 你们的尊重 都是巴结 惨媚 他有什么 过失 你们也不讲 怕你 奉入眉了 然后 没有 劝君王 君王的德行 一天比一天 更差 你们根本就不爱 你的君王 也不恭敬 你的君王 所以世人 有时候 看事情 看得很 表浅 好像这样 亲声细语 就是恭敬 真正 君王 要犯 很大的过失的时候 这个时候 能犯君之言 犯言 敬见 这是大宗 这是真恭敬 所以 司马迁先生 讲到 燕子这些 风范 此所谓 尽失尽忠 退失不过 这哉 就是说到 这个忠诚 一上朝 想尽一切的 方法 能够 让君王 采纳这些 宝贵的意见 或者 劝戒君王 让他能看到 他的问题 这在尽失尽忠 这个竟 有上朝去了 退失不过 吓得吵了 还想着 君王还有哪些不足 我赶紧要 尽力去提醒 尽失尽忠 退失不过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其实 我们读到这一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想起另外一句 跟这个完全相应的话 居废废废之高 之乐而乐也 您看这个就是大忠臣 不同的时代心境完全相应 而我们刚刚谈到燕子的几个故事 都是提醒君王的不对 但是这个江顺其美 就是他有好的地方 要赶紧鼓励 赞叹 让他的善更增长 有一次刚好骑警公 看到这个鸟巢 不是北京的鸟巢 看到鸟巢呢 有一个小鸟 然后呢他把它捧起来 因为那小鸟很软 很脆弱 他把它捧在手心 又小心翼翼 赶紧把它捧回朝中 就这么一个小动作 结果燕子听到七幻公 这样的行为 赶紧赶去见警公 七警公 结果就问 君王刚刚您去哪 什么事 警公就开始叙述 他看到这一只小鸟 很幼小 很幼小 很可怜 赶紧把它放回朝中 结果燕子马上说 哎呀君王啊 您有圣王之德 这个警公 哪有这么严重 不就一只小鸟 您看 您对一只这么小的鸟 都这么有慈悲心 所有的圣王啊 就是因为他有慈悲心 他最后成为圣王 所以恭喜君王 很赞叹他的君王 所以我们看到燕子 时时抓住这些机会 来掌君王之善 接着 司马迁先生说到 假令燕子而在 与虽为之之鸟 所心目焉 假如现在燕子还在世 我呢 虽然为他驾马车 直鸟 我替他驾马车 也是啊 我所呢 这个心 跟心心向荣的心啊 相通的 我会非常欢喜 向往 羡慕啊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从这里 我们看呢 司马迁先生呢 他对于这些圣贤人呢 都非常仰慕 都希望啊 能有机会啊 效法 学习他们 我们 看到 司马迁先生写 孔子释迦 他转 也有流露 这样的心情啊 觉得没有 能够跟着 孔老夫子学习啊 他非常的遗憾 没有能跟 燕子 亲近 学习啊 他也觉得 很遗憾 所以他那一份呢 息圣 息贤 的心啊 非常怯 所以司马迁先生 一生 德行 工业 也非常的 难得 好 这是我们 谈到呢 管宴列传 我们 再回到 后面 里篇的叙语 第二 段 孔子曰 上号里 则明 莫感 不尽 这一段呢 在论语当中啊 是 因为 凡词啊 有一天呢 问孔老夫子 他要 中五谷 就请学 教 这个价呢 是 种五谷 谷呢 是 种蔬菜 所以 凡词 给 孔老夫子说 他想学 种五谷 希望 夫子教他 夫子说呢 我比不上 老农夫 接着又说呢 我学 种菜 孔子说 那你去问 老 老菜 农 他们 比较有经验 接着 凡词 就出去了 孔子说 小人在 凡须也 这个小人不是骂人的意思 就是啊 志向太小了 读了圣贤书 读着读着 最后还想回去种田 哦 其实读圣贤书啊 这个是修己安人啊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啊 你要把它用出来啊 所以夫子接着讲啊 上号礼 则明莫感不敬 上号义 则明莫感不服 上号信 则明莫感 不用勤 这是整个原话 一个上位者能 众礼 好礼 好义 好信 这样来对待 来照顾老百姓啊 国家会 大致啊 能这么做啦 其他国家的人民啊 都会绑着他的小婴儿啊 跑到我们国家来居住啊 来做我们的百姓啊 来这里安居乐业啊 这个才是学这个 修其治平学问的大用啊 这么多人民来归附啊 是农工商 这个农工商不就有人去发展了吗 而且啊 农业工业商业要发展得好 都要有政治的稳定跟清明 不然你政治不好都磨失利啊 对于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障碍 所以政治清明重要哦 现在人要投资啊 都先问那个社会犯罪率怎么样啊 稳不稳定啊 我们看孔子那个时代有一个故事啊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个成语 叫柯震猛于虎 有一个妇人哭得很伤心啊 她住在那个森林里面啊 她本来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民啊 逃出来了 结果先生儿子啊 家里的这些男人被老虎给吃掉了 父子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国家去呢 他说我的国家比老虎还恐怖 那柯震猛于虎 你看一个政治办不好 让人民的心有多恐惧 所以假如有一个地方 这些从政者都有德行爱名啊 哇 那这个国家团结了 还有很多人要归附过来 这个整个国家就越来越兴旺了 所以上后礼 一切形式都符合礼节 对人民也非常的礼敬 不会用权势去压人民 虽贵端 持而宽 人民啊 自然也会恭敬这些上位者 好意 上位者很重道义啊 处处为人民着想啊 老百姓欢喜啊 一定都配合啊 所以明莫感不服从啊 配合这些德政啊 上号信 上位者非常讲求信用 则人民啊 莫感不用情 这个情就是啊 那种情是非常的真实 就是坦诚实啊 诚实啊 来面对他国家的这些领导者 没有任何隐瞒啊 好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说 招商引资啊 希望更多的这些投资者 到自己的国土来投资 其实啊 这上位者好礼好义好信 自然会赶召很多人来他国家发展 人与人的缘分啊 都是靠德啊 靠心感召来的 所以一个团体企业的领导者 假如找不到人才啊 还是要反思 自己有没有好礼 有没有好意 有没有好信的态度 接着又讲呢 故君子敬而无私 与人公而游离 这也是论语当中啊 的一个典故 司马牛 他有一天很感慨啊 说人皆有兄弟啊 而我独武啊 人都有很好的兄弟啊 怎么我没有呢 其实司马牛有好几个兄弟 他这个为什么说没有呢 因为他的哥哥是司马环腿 是宋朝的一个大臣 结果他的哥哥掌权之后啊 要谋害自己的君王 还有几个兄弟呢 陪着一起作乱 他很难过 他不想跟兄弟同流合污 他又有机会跟着夫子学习 但是逃离送国啦 因为他哥哥犯了这么大的罪啊 谋反没有成功 他在自己的国家也待不下去了 因为犯那个罪可能要租几足啊 所以他很感叹啊 哎呀 你看我很可怜啊 身边都没有兄弟啦 有的那些兄弟还作乱 指下 同学之间啊 就劝他了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 死生有命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君子 敬而无私 与人 公而有礼 四海之内 皆兄弟啊 哎呀 司马牛啊 你何必担忧 没有兄弟呢 这话当中啊 死生有命啊 也是劝死马牛放下吧 你哥哥的命运啊 你也超不了心啊 个人的命啊 还是掌握在他个人手上啊 你也别挂爱了 富贵在天 你往后人生 如何啊 上天有安排 再来啊 也要你自己好好经营 自由你往后啊 越来越好的人生 怎么经营呢 跟人相处啊 敬而无私 公而有礼 对人恭敬啊 不犯这些过失 对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啊 都非常恭敬谨慎 去对待 与人相处呢 恭敬 守礼 守分寸 时时 恭敬 待人 所谓敬仁者 仁恒敬之 这样的处事态度呢 自然敢来 所有的人 都推心自负啊 跟他交朋友 所以结果是 四海之内 皆兄弟 所以这个话呢 也提醒我们了 假如我们常常起个念头 哎呀 我都没有好朋友 那这一个念头啊 或者又想出来抱怨啊 这叫造念 叫怨天 怨天 游人 行有不得 反求 诸己啊 自己不恭敬 不够真诚 才交不到 知己 知心朋友啊 所以这个 反求诸己 能不容易 反求诸己不容易 怨天游人 很容易 动不动 这个惯性就起来了 所以 轮常日用之间 整个五轮 刚常啊 他的相处 每天 的这些互动啊 无时 无地 不管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不利于理 不利于理就是 没有不是建立在 手里的这个基础 所以其实弟子规啊 从头到尾 没有一句 不是理 圣贤的教诲啊 也没有一句啊 不是理 因为理就是做人的 标准啊 准神啊 所以非理无行也 人不懂理啊 寸步难行 常常就失礼了 跟人就 不愉快啊 对立冲突了 就很难相处 所以孔子说 不学理 无以理 人不懂理啊 很难在人群当中立足了 吕东来曰 这个吕东来呢 是吕祖谦先生 他是南宋的思想家 是浙东 浙江那一带的思想家 是大儒 他们家 家道非常好 他们旅家 当时候北宋 后来 移到更南边的南宋 很多中华文物的保留啊 透过他这个家族啊 保存下来 那德玉古箭里面有一篇谈到他们家道的部分 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 六十九页 六十九页 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一个家族 他的家道 文化沉船非常好 不只为国家 不只为国家代代出人才 甚至国家在文化颠覆的时候 都能保存国家非常宝贵的文化资产 所以李希泽 自原名 这个李希泽 这是北宋 一位读书人 后来当官也很成功 封为银阳公 他的父亲是郑县公 所以郑县公 公柱 他的父亲叫吕公柱 的长子 而这个郑县公 家居 平常在家 减重寡末 他的生活 简朴 庄重 所以家里的家风 事事不苟 不随便 不轻浮 话也少 不会整个家叽叽喳喳 很吵 一个人常常 话不多 不急躁 他心比较静 思虑 很深远 所以在 送死当中 对于 这个郑县公 是非常 肯定他的德行 说他是 简重 清静 事律 生命 庄重 穩重 生活简单 居住 环境也简单 不会很奢华 买一堆东西 然后要找东西 还找半天 然后 常常在想 我的那个东西 很贵 放在哪里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心静得下来呢 通通都是被这些 外在的物质 牵动 当他们的奴隶去 大家怎么笑得这么高兴 所以一个人真正 思虑要很清楚 他整个物质 越简单越好 生活越简单越好 越有规律 不会被事所累 所以您看底下讲 不以事物惊心 不被自己的欲望 造成很多繁琐的事情 心里很烦 很有负担 生活夫人 他的夫人 生活夫人就是 他们的夫人 最后因为他们工业 受肯定 都受到朝廷的封赐 而这个封赐 应该是 他的儿子 吕希泽 公在国家 之后就封他的母亲 信言有法度 不只父亲有德 连他的母亲 也是非常有威严 然后自家很有法度 一丝不苟 交子 世事 寻导规矩 其寒 俗语 这个其就是大 大寒 就很寒冷的天气 或者夏天 热了下雨的时候 适立中日 在这个天气 比较不好的时候 他的这些孩子 还是很恭敬 父母在的时候 恭敬 伺候 不命之作 不敢作 长者 长者 长者立 又勿作 长者作 命乃作 都一举一动 都非常有规矩 日必灌待已见长者 就起床 白天 一定 衣冠非常整齐 先去跟长辈问安 虽甚热 天气很热的时候 在父母前 不得去 金 袜 库 库 这一个细节 大家要 体会得到 就是 一个 为人孩子 他对父母那种恭敬 内化 他非常恭敬自己的父母 会不会在父母的面前 脱袜子 会不会 这个问题 你们都判断不出来吗 好 我请问大家 您在孔子项面前 会不会脱袜子 那为什么父母面前 要脱袜子 应该是 在你恭敬的人面前 你做这个动作 会觉得很难过 你啊 他不是去要求人的 他是人 那种恭敬心起来 很自然的行为 假如我们 不是很能体会 那代表 我们这一生的心 还不知道恭敬 长啥样 不然就体会得到了 大家看 这个一个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 这些生活细节 都实时保持这种恭敬 这样的人 有得 应对人事非常稳重 绝不施恭敬 出入不得 入茶坊 九四 这个就是 斗闹茶 觉悟尽 世景理相之语 就是 奸巧与会无耻 大家看 以前家教 跟弟子规 都很相应 所以施长说 弟子规是家教 极大臣 而且是依据夫子 的一段重要的教诲 编出来 就是在 《论语学耳》里面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性 犯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编出来的 正位之音 这个就是指 谜谜之音 听了会让人 陷入情欲的 心思散乱的 很颓废的 这个都是 正位之音 谜谜之音 所以这些不好的 言语音乐 未尝一惊于耳 都不让孩子 碰这些东西 所以就养成了 很好的 人格 还有他的家道的 成传 不正之书 非礼之色 未尝一阶于目 非圣书 禀勿事 这个非礼之色 言回 请教孔子 怎么行人呢 孔子说 非礼勿事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要爱人 首先要滞爱 要能保护好 自己这个善心 清静心 所以这些家教 非常的严谨 接着 有交迁之者 这个交迁之先生 是欧阳修的弟子 方正事严 这一位交书先生 人非常 有德 有形怡 方正事严 正献公 言之 使交 诸子 这个言 就是 其请他 来教他的孩子 亲师合作 所以古人 都是千里寻师 知道 请到这个 教书先生 对孩子一生 德行的重要性 诸生 小有 过差 这个过差 就是一些小错误 教端座 静日 不予 也 不予 予 这个教先生 发现孩子 有错误了 整天 端座 不跟孩子 讲话 很有威严 有德的人 不讲话 那很有射受力 古代一些 很有学问的人 学生犯错了 他不扯 那一天 他就不吃饭 也是自律很严 学生没教好 他自己要反思 反而 他不吃饭 反省 学生都很惊恐 赶紧 细细想想 昨天 最近犯什么错 就赶紧改正 这都是有德的人 他那种威严 对人的射受 很强 诸生恐惧 未复 很害怕 敬畏 然后赶紧反思 赶紧改过 交方略降 慈舍 他才 没有那么严肃 西泽方 十余岁 那个时候 吕西泽先生 才十几岁 内则 正宪宫与夫人 教训如此之言 外则 焦先生 化道 如此之堵 这个堵 就是非常的堵实 认真 故 得气 成就 大义 众人 所以 成就一个大乳 那是有 好的家教 跟好的老师的指导 所以吕家 代代都出大乳 吕公柱 先生 再来 吕西泽 吕浩问 吕本宗 接着又到南宋 吕祖谦 就是我们现在书上 谈的 吕东来 先生 所以这是吕家的家训 家教的承传 很值得 我们 效法 吕东来 曰 夫 离也 者 所以定尊 卑 明贵 贱 辩等列 续少长 席 威夷 人所不能 外其 规矩 则也 这个离 所以能够 定尊卑 我们 家庭当中 有尊卑 天地 也有尊卑 天在上 天尊 地在下 地卑 天地 化育万物 各守其位 其本分 他就不会乱 可不可以 天跑到下面来 地 跑到上面去 这样 整个 世界会不会乱 好 那 天 假如表 男人 地 假如表 女人 那 那假如 女人 想做 男人 的工作 那会怎么样 天地 的 天 的病 大家听过没有 米南话讲的 天地 的病 就天地 倒过来 是啊 女人 要跟男人 争伴 边天 哇 大家都做天 地 没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 没有 立 追 之地 真的哦 现在的孩子 内心 空不空虚 他感觉不感觉到一个家的浓浓的爱 没有家庭 没有母亲 父母的爱 他的心地怎么成长成健康的人格呢 所以啊 古人这些轮场本分啊 他都是顺着天地的顺序啊 在效法 在学习 你这个规矩一变了 整个社会就乱了 那可能有人要说了 那男人也可以做地嘛 可以是吧 那您是有看过电影说 最佳奶爸 是吧 好 男女啊 她的天性属性就不同 我们不要讲远了 女子啊 她怀胎十月 这个孩子跟她 这个孩子跟他十个月一体 那种感受啊 非常的深刻 孩子就是他心上的肉啊 身上的肉啊 所以他一生呢 都会非常念着 爱着这个孩子 假如她 假如她因为在外面忙到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爱她的孩子 最后孩子的行为出状况 这个母亲会怎么样 她会 一生都很痛苦 大家注意去观察 这是女人的天性 母慈啊 那种慈爱是一辈子的啊 那时候她会非常懊恼 那时候呢 她的总经理董事长 会变成她的追心之痛 每一个人恭维她 总经理董事长 可是一回到家 关起门夜然人静 她一想到自己的孩子 连管都管不了 你说她有多痛苦 所以 这个女子啊 她的一种天性的特质啊 慈爱呢 特别适合教孩子 而一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是啊 经济 的维持 还有下一代的教育啊 还有整个家的和乐啊 所以老祖宗 创制意义深远 这个安定的安字怎么写啊 女人在房子底下就安啊 女人一不在家 就不安啊 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 回到家 脖子上挂着一个钥匙 一打开 没人 啪 去哪 去电动玩具店啊 在那里玩游戏啊 那叫什么 麻醉啦 我们曾经跟一些孩子谈的时候 你说他很快乐 每天泡在那里几个小时啊 那个都是家里没温暖被推出来的 告诉大家 我从小住在高雄市啊 大都市啊 电动玩具店也很多啊 我怎么都没进去 不是我功夫好 是我妈的红豆汤很好喝 家里很有温暖 就回家啦 你说家里这么多爱 这么多好吃的 你说先生 想在外面喝个烂醉啊 是吧 好 所以以前 电视上 都在那里 说 爸爸回家吃晚饭 我就很纳闷 我爸爸都回家吃晚饭啊 干嘛还要强调呢 结果我再大一点了 理解力比较高了 才是 哦 原来 很多的爸爸都不回家吃饭 哦 所以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况啊 在回想啊 对父母对家庭的恩德啊 体会得更深啊 好 所以这个尊卑啊 也是一个很自然 在家庭 甚至于团体 领导尊啊 我们在下位是卑啊 那我们很自然的 恭敬我们的领导 因为他信任 他照顾我们啊 他给我们一个服务 大众的机会啊 我们也感他这个恩德啊 明贵贱 这个礼当中啊 明摆身份 上位者比较尊贵 他那个尊贵是来自于呢 从家庭 他年龄大 对整个家族贡献多啊 他在团体 甚至于他是政府的高官 那他长期为人民 操劳啊 所以是因为 他身份背后 对家庭社会的贡献 所以他跪嘛 那我们年纪小 又在第一处 对家庭 对团体 都还没有贡献 常常觉得 你们都要很尊重我 那这样的心态 德行不就越来越差了嘛 所以德行都是从孝敬当中培养出来的 公敬父母 孝顺父母 公敬长辈啊 辩等列 我们家族聚会 包含古代的饮酒礼 他那个 饮酒礼的时候啊 那个辈分 都是按照年龄这样排 做下去的 让人实时尊敬老 还有念所有家族长辈 曾经对我们的恩 不能你现在当大官了 什么场合 你就要给人家做主位 这个就不符合人心人情 人不能因为财富 或者地位 而忘了家人长辈的恩德 财大气粗 位高权重压人 这个就很悲哀了 自己在富贵当中心性堕落了 所以一个人往后有成就 都还能念着这个路上 任何人的恩德 这个是很可贵的人生态度 序少长 在一个团体家庭当中 少长辈分次序很清楚 习微宜 时时落实练习 这些应对进退的 礼节微宜 人所不能外齐规矩者也 人在家庭处事当中 都不能离开礼的 这些规矩范畴 而况昭妙地县 非礼不能昭其成 这些礼其实对我们人心 都有很好的教化力量 还有人心的整个调和 都在这些礼教当中 我们看上朝 在庙里祭祀 地 这个是大的祭典 献 比方献礼物 或者是朝贡 在这些情况之下 守住这些礼 才能彰显我们的诚意 你比方 祭祀的时候 祭祖先也好 祭天地也好 在那样的礼仪的 进行过程当中 人的心非常的收拾 就会谣念主德 谣念天地之德 这个要大家真的去参与过 这个祭祀的就感觉到了 没有感觉过 哎呀干嘛这么多礼啊 其实讲这个话 当下就不恭敬了 自己没体会过 就乱发表意见 我以前也不知道 那个威力这么大 我们之前每年除夕 两三百人祭祖 大男人在那个氛围之下 都感觉祖宗来了 都哭出来了 很自然感应的 所以礼教很宝贵啊 我们要好好把它保存 继承下来 观婚 上祭 这家灌礼 婚礼 商礼 祭祀 这些礼的过程 非礼不能尽其情 没有这些礼的进行 礼的仪式 没有办法 把这整个情感 表达抒发出来 我们这朋友之间 仇作就是交际相处 没有礼 不能表达那份彼此的 情义 恭敬 朋友远方来找 赶紧把最好的拿出来 请客 这个都是礼的应对 所以礼之为用 岂可须于离乎 这个礼 不可须于离开人心 不可须于离开我们的一言一行 所以人人以礼至心 用礼来约束自己的心 自己的念头 那心就会恭敬 则尖到诈位之端 这一些汤章王法 就不会做了 这样的行为就不会出来了 必不做 人人以礼至事 用礼来行事 做事情 则犯上作乱之事 必不为 就不可能做这种事了 故离也者 持身涉事之要端 就是一个人立身处事 重要的准则 一级治国平天下之 大经大法 不只个人的生活准则 处事的原理原则 能以礼来 治国平天下 也能让国家天下安定 我们看孔夫子 那时候当官 他到 一个县去治理 用礼制 很短的时间 那整个县就大治了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然后做生意的人 都没有欺骗他人 人民走在路上 都很有规矩 这礼制 确实能达到治国 当时候很可惜 假如鲁国 继续用夫子 那夫子落实了这些礼教 鲁国将成为 天下的榜样 就能达到平天下的效果了 所以现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 肯把中华文化 这些礼教的智慧经验 在他的国土 地方落实 也能带动全天下来 认同珍惜 中国老祖宗的 智慧文化 也能达到平天下的效果 哪里来做 这份精神让我 让小弟很佩服 请受小弟一拜 大家刚刚的回答 我相信孟子在天之灵 他会很欣慰 因为大家把他的一句话 听进去了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其实现在圣教的复兴 跟灾难在拔河 圣教越快复兴 人心转变 人心懂伦理道德了 灾难就会大大化解了 但是人人红道 非道红人 也要靠我们真正身体立行 立身行道 才能让所有接触我们的人 对圣教生起坚定的信心 进而学习圣教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